然後他會說 不可以做這麼久 這樣太大了 哇 做很境遇嗎 做很境遇 你就愛這句話吧你 就是我會更 我會更想要 大家好 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歡迎收看南童大學塔 我們 那麼多年 好 那開始之前一樣 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講 印象深刻的打砲經驗 近期啦 近期 Eason你有遇過那種 你覺得腿太細 然後你不跟他打砲的人嗎 沒有 沒有到不跟他打砲了 我最氣的是什麼 我最氣的是 也許我這趟上來 發生了很多這件事 就是約拍片 約拍片正常的 就是多先給照片 基本上我的推特都是很公開 所以我長怎麼樣 我身材怎麼樣 大家都是看過的 要看你你也很容易翻得到資料 但是就會很容易被他們騙 就發了照片來 之後我就不是那樣子 然後那一場就拍不了 哦 你就直接不拍 我以前會硬著頭皮拍 然後我後來覺得 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根本助長這種歪風 而且這樣拍出來 就不一定好看 對啊 就是至少 你如果跟照片不一樣 那你至少拍起來要好看 很棒 就是這是另外一個樣子 幫他想一個很棒的人設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這是突如其來的 你最近開片 你覺得最有FU的 或是你最有感覺的一集 請不要說高瞻喔 哈哈哈哈 因為那部片我有看喔 哈哈 沒有啦 那你幹嘛特別提他 因為他剛好之前有來錄影嘛 而且你最近的片有他啊 然後你知道我們那個留言下面都說什麼 哦 剛剛看完那部片 然後YouTube就推薦了我你們的頻道 呃 想像怎麼講 最喜歡的不是他 可是他確實也讓我印象深刻 那是因為他叫爸爸那一招啊 沒有沒有他真的很慘暴 哦 他打招的方式是真的慘暴的那種 瞎你喉嚨嗎 不是不是 是這種 就是這種 然後我已經很久沒有遇過這種 所以確實印象深刻 我那天是有請另外一個王黃 來幫我們做攝影的 中場休閒他都過來就 好嗎 哦 你們比較沒有遇過慘暴的事 他可能沒有遇過吧 我不知道 我也很少遇到 狂掐猛送槍撞 我不要一直聽他說好話 好換阿空啊 那你有沒有 沒有我不行了 我沒講我最喜歡的 因為你用了高震 把這個時間用掉了 好啦你要講誰 但我現在講他也不知道誰 我甚至忘記我給他什麼畫面 沒有你用我們形容一下說 你最近印象最深刻的啊 就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弟弟 他就是你摸他哪裡他都沒有 通常這種呢 就是一摸他就有反應的那種 我通常會有點怕 因為就是這種人很可能不耐幹 而且他有可能沒有什麼經驗 對對對 他就是沒經驗 所以就是很敏感 因為沒什麼被人碰的經驗 但是有一位他就是 摸的時候就很有感覺 然後而且我知道他不是裝 然後也不是那種沒經驗 然後而且手適合放鬆的時候 是緊的 但是吊進去的時候呢 又很順 也不是鬆啦 就是在進去之後 可以感覺到他並不是痛 然後也是舒服的叫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 到最後就是可以 那個 你剛剛說的那個 對 也OK 什麼說 我都說了什麼 就是直接全拔出來 然後硬直接插到底 然後他也可以這樣 他也可以 對 所以就是一個 彈性很好 對 對對對 就是夠敏感 然後 而且又不會太放大 啊幹 幹活的 因為我個性比較 沒有辦法應付那種 你不愛這種 對 對 比較不符合我的 帶來 這些求 我要講一個 這個放金主爸爸 好不好 這個放金主爸爸 那我講兩個 好 嗨 我是Eason 我是阿空 我們是南東大學堂 好 我們有一個專區 叫金主爸爸會員專區 在這個專區裡面呢 我們每個月會再多錄一支 專門為金主爸爸們 準備的題目 如果之後反應好的話 有可能會改為週更 希望大家都支持 大家可以留言 按讚 超過一個數字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直播的影片 那也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加密集 爸爸當中的 大家一個月泡的 一個不是月泡 一個是拍片的 他就是瘦瘦的 白白的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沒有特別覺得他這樣 他見到他本人之後 我覺得他的氣質很好 就是他不會太娘 然後也不會太 我不知道怎麼講 有些是扭扭捏捏 他也不會這樣 然後後來開始打泡之後呢 他的狀態 我都覺得很棒 他的身形啊什麼的 然後而且他是會那種 當你已經覺得跟他打泡很爽的時候 他會阻止你 他會說今天先這樣就好了 我說為什麼 就是假設我完整的打泡 可以有一小時 假設這樣 他大概會在 40分鐘的時候喊停 然後我就問他 你說正在信頭上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不可以做這麼久 這樣太大了 就很境遇嗎 這種境遇 你就愛這句話吧你 就是我會更 我會更想要 揉令他 那你當下是 錯愕還是覺得更嗨的 但是我 一定是更嗨啊 你看看他那個臉 可是我是偏 柔軟的人 所以當他這麼講的時候 我也就OK 但是就是當天晚上 就把他留下來睡覺 我還是直接這樣子 還不錯還不錯 這個可以 先留一下 我們等一下第二次 只是他沒有把後半句說出來 他沒有講的話我們等一下可以再一次 他就只是說不可以一次打這麼久這樣會太多 他是可愛的講還是認真的講 那是可愛的講 哪一種可愛 不可以太久這樣會太大 你那個就是 你那個就是你姥姥的說法喔 你那個是黑衫姥姥的說法 我沒有辦法學習他怎麼講 因為怎麼學都不像 但他就是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你是覺得很真誠的 但他是雙眼直視這樣 不可以太久 所以床上怎麼雙眼直視 他就是會的 不可以啦不可以啊 不可以這樣做會 好那個想跟Eason約的朋友們知道 這一招對他有效 而且 他是相輔相似 他前面表現得很好 整個人就是那個樣子 他在差不多的時候他就坦定 而且Eason要強調他有一個小時喔 我沒有強調是你自己講的 因為他上你自己這邊說什麼 我強調什麼很緊什麼的 沒有沒有是你自己強調的 所以在天晚上就拍一次 然後晚上睡覺一次 然後可以早上再一次 然後事後直接認他當乾兒子這樣 他年紀比你差這麼多 你說他乾兒子 沒有他年紀比我小 但是就是好玩而已 幾歲幾歲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所以你們拍一段還是三段 一段啊就是一部而已 所以第一次是拍 後面兩次都是 都是純打開的 然後因為後來就是認了那個 然後後面他就叫你爸爸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 有一個 然後這個這個 我還想要講他的聲勢耶 聲勢 可是講他的聲勢好像就是 可是應該也不太多人 太多人認識他吧 不要講太多 或是那個某一些單位名字換掉 年份換掉 OK 反正他就是一個很可愛的男生 然後他在某一次我酒吧認識的 好今天我們分享了各自的 印象深刻的打拋 然後我感覺Eason今天一直 散發出少女 對… 因為我覺得他剛開始 跟他後來講的方向很不一樣 因為他剛開始是在講那個 就是他最近印象深刻是 你知道他有兩個身分嗎 偏依跟那個 他一開始在講的都是那種 喔 對… 大力被撞擊 然後後來在講的是 後來是想說 小男孩 這個弟弟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要不是要他後來 跑去北部念書我認識 他…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來北部嗎 你還可以來北部約他 他在更北的地方 好啦… 好啦… 總之我們今天講的這兩個 然後大家也可以 就知道Eason喜歡什麼型 就是… 他有阿空啊 阿空也有講啦 對… 我也喜歡可愛弟 拜託可愛弟多來找我 張大叔也可以 那… 不知道大家… 你很政治正確耶 哈哈… 總之… 就大家有什麼… 打砲的喜好 或是對我們的喜好 有什麼… 不同的評價 要不要我們評價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今天對這邊告一段了 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南投大學堂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還記得… 好… wording 這裡… 我們請你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